男生 都站好了 站好了 打起精神来 把衣服都整理整理 好了 升旗仪式 现在开始 好 好 好了 今天咱们工作 一定要细致 不能跟昨天似的 这一点错 那一点错 凑到一起就是大错 对不对 要让顾客找到家的感觉 好了 跟我一起坐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已经来了 很惨 由于 让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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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不上门了 张总啊放了我三天的假 三天 别哄不开 你给我下来 走 赶快票去 天蕾 你现在还好吗 陈光不在家 你看看 落了这么多的灰 别擦了 你白费劲 你再怎么写 陈光也不会回来 再说他现在弄不着这个了 这孩子 从小就没离开过我 不怪你这个死老头子 非要同意他去当什么兵啊 他在省城上大学多好啊 每个周末还能回来看看我们 那晓晓也不至于跟他分手啊 晓晓是个多好的孩子 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 你呀 真是的 孩子长大了 他想走自己的路就得让他走 拴在自己身边的翅膀 永远长不硬 对吧 参军多好呢 部队里边锻炼锻炼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这个呀都不明白 老糊涂了你 陈光走了一年多了 成天叨叨叨叨叨叨了三百六十五天了 烦不烦 那就你老清醒 那你没事 就非得要从那个大门口过 那 出来进去 你想什么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是就是 就是想看看那些小当兵的 给你寻寻军礼吗 我哪是这样 嗯 跟你说实话吧 我想陈光的时候 我就看看那些小伙子 我也想他 看看看看 哎 说露馅了吧 说了一天多了 我真是想让他穿上军装 给我尽个军力 那你还嘴硬 你说你不想孙子 你跟我说 你想不想孙子 撞个大公鸡 你不想孙子 设计 你不想解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